第2個目標就是重來進入到失母失智 我們也希望盡量能夠保持他和身體的補充 其實我們今天訂來交流的項目大概是這樣 我們沒有特別要跟中央討什麼錢 因為我們大概審次檢用財務狀況還好 只是說有一些我各個政治局上就說 我的想法把所有的小理解決的就沒有大理 所以我現在只能推兩點政治 然後這個政策應當落實在人民生產中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每天就很正正的工作 只是說在我們大概台北市政府可以處理的 我們就自己處理掉 常常就是話一話去說有一些被卡到的東西 常常是牽涉到中央的一些法令 所以今天事實上我們來報到長照 或是報到禮券的管理 很多東西就是說 因為這也是也目前我們在法律上有幾個問題 因為法律要一體適用 所以老實講很難 有時候有一個法律很難就是說 要全程特別一體適用 特別是在開辦的事實上 我們台北市大概在參加2.0還是走在這邊 所以有些事實上的項目就好 如果當時如果沒有一個說用事實上的明目讓我們直接做 要一體適用 我們目前整個政府組織分工不合作型的特色 分工不合作 分工不合作 所以這樣 現在我們有一個通案的問題 就是常常跨部會合的問題 可是這種小小的障礙 累積起來就讓政府捆一捆 很平白彈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一個一個小案子拿著包的時候 也希望我們這些小案子看到 那背後的通往到路上 讓我們沒有什麼特別要中央幫忙 我們這次舉辦的座場會 除了說直接要解決前瞻基礎建設 除了跟長照2.0兩大政策 縣市政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之外 也希望建立一個管道 縮短中央跟地方的距離 提高行政效率 所以剛剛柯市長所提出的幾點 這個座場會後續應該有機會解決 那我也認同柯市長所言 小問題如果不解決 那恐怕會成為大問題 這個分工不合作的這個情況 我們這個座場會另外一個目的 建立一個管道 也希望未來中央跟地方能夠共同合作 共同解決各項問題 讓台灣能夠持續進步 那至於法令 希望能夠負面表列 那這部分呢 行政院國安會也持續推動法令的鬆綁 目的呢也希望能夠達到剛剛柯市長所講的這些目標 那針對今天的座談會的主題 我要特別感謝柯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在長照2.0上面的落實 值得國人給予肯定 那我也非常肯定柯市長剛剛提到 台北市政府因為是首都 自由財源比較足夠 平常省私減用 這個經費應該不至於產生什麼問題 那麼這個也展現了首都城市的格局 我必須要給柯市長感謝 那但是呢 對於台北市政府如果有需要 前瞻基礎建設的經費 只要尋程序 行政院也不會排斥 我們也歡迎台北市政府 針對前瞻基礎建設的各項計畫 針對計畫的內容提出申請 如果合乎標準的話 行政院也會予以支持